你是不是跟咱家保姆有一腿 对呀 你不同意了吗 我啥时候同意的 我问你了 我说咱家保姆能不能干 你咋说的 我说能干呢 对呀 我干了 我的天哪 你让哥亲一口呗 行行 不行 为啥呀 我妈早说偷偷跟我说了 不能让别人气 一亲就怀孕 谁说的 我才不相信你 你不是回去问问你爸妈 是不是你是亲生的 哎小姨 我问你件事啊 什么东西十年来 从没涨过价啊 茶票 你说这老了老了呀 这还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了 最近这两天 我总想你 也不知道哥哥 你想不想我 如果 三哥 你有乳名吗 乳名 就是吃奶的时候 写的名字 吃奶的时候叫的名 对呀 咋没有呢 但是 我不太好意思说 那你就说呗 他们 都管我叫死鬼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我的妈呀 哈哈哈哈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不爱我 当初 为什么要来招惹我 明天咱俩去离婚啊 咋的啦 别人生孩子都要九个月 你却用了三个月 你自己咋用不知道吗 不是 你听我跟你说 你说咱俩结婚之前 出了多长时间 三个月啊 对呀 三个月 那我跟你出了多长时间 不也三个月吗 三个月 再加三个月 再加三个月 几个月 九 九个月啊 那你跟我在这握啥啥 啊 也是啊媳妇 九个月 哎呦你们哈哈哈哈 赶紧给我做饭 行媳妇我给你做饭去啊 撒冷点 好嘞 在过夫妻生活的时候啊 女人必须要学会做两件事 会让你的老公呢 更加的宠你 更加的爱你 都说爱情是婚姻的坟墓 我可不这么认为 女人真的要得到男人的心 让她比之前更加的爱你 那么你就要学会 做这两件事情 认真的看到最后 看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第一呢 要学会 怎么样的去讨好男人 男人的自尊心是很强的 女人要宠 男人要捧 如果你懂得捧男人的话 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说 女人的赞美都能激发男人的潜能 会让她的心心芳 会让她的心心花怒放 要学会撒娇 多主动和男人进行身体的接触 比如给她个拥抱 摸摸她的脑袋 都会让男人感到非常的温暖 不管是谈恋爱还是婚后 身体的接触都能够提高夫妻的感情 作为一个男人 在感情中是比较理智的 在婚姻里 女人如果能够学会主动的去索药 反而是一件好事 用你的肢体动作告诉男人 你很爱她 不要总把男人的尊严藏在教下 那男人肯定会不高兴的 他对你就不会从平淡变到讨厌 尊重男人就等于尊重你自己的婚姻 第二呢 你要学会在男人面前要把握好自己的身份 大多数女人呢 在结婚以后 被家庭的琐事啊 柴米油盐的烦恼啊 所困扰着 也就没有了结婚之前那小女人的样子 性格再强势的女人在男人面前 你都要学会服软 学会撒娇 有句话说的好 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谁都不想一回家就看到一个母老虎 长期以往呢 夫妻生活肯定会出现问题 相对于来说 温柔会撒娇的女人 男人会更加的喜欢 所以姐妹们 在夫妻生活中 无论你有多强 都要学会向男人示弱 这样呢 才能抓住男人的心 让男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自然他就会保护弱小的 姐妹们 小姐说的 你们认同吗 请问男人为什么喜欢夏天 大海啊 全是水 街上啊 全是腿 说女人洗澡 三不洗 一 不要为了干净 使劲的洗 二 身体虚弱的时候 不要洗澡 三 吃饱饭以后 不要洗澡 监定结果出来了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你带两个孩子走吧 这些年 抚养费 精神损失费 这些我也不找你要了 离完直接走人 凭什么我带两个孩子呀 两个孩子都不是我的 还要我给你养啊 你搞笑 那我要带也是带一个呀 那大儿子 是你跟你前妻生的 跟我有啥关系呀 哎呦 你妈 以后岁数大了 我要走你前面去了 你再找个老伴 我都不想找 你找一个 你不用替我手子 以后你说你 头疼发烧 也得有个给你端水滴药的呀 到老是个伴 我想找个年轻 你 我听说你想找个啥 你说你洗澡就洗澡呗 我给你发视频 你接啥呀 你看那我洗澡看你打来的视频 又不是外人 我就接了呗 那谁能当你跟你兄弟在一块的 这位好 啥都看见了 还有什么 美女 敢不敢跟我对一副对联 你说吧 听好了 上一年 你单身 我单身 不如登记 去结婚 你有情 我有义 生完孩子 再登记 老婆老婆 不好了不好了 咋的了 刚才在我下边回来路上 有个男的跟踪我 然后上我面前说 让我陪他十天 然后给我买个苹果十三 啥 然后我拒绝了他 我好歹我也是有老公的人 我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然后他现在在人家楼下等我呢 你说我一会该怎么回复他呀 媳妇啊 这真不行啊 嗯 要不这么的吧 你陪他二十天 给我也买一个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有一个男人 有一天晚上啊 约了一个美女 去出去玩 这一宿啊 他也没回来 第二天早晨回到家 这媳妇就质问他 昨天晚上去哪了 一宿没回来 他说 哎呀 我昨天呢 不是和老王大哥喝酒了吗 喝醉了 就在他家呀 住了一宿 这媳妇啊 这时候就说了 你还不说实话呢 你还骗我的呢 说着呀 把大衣柜给打开了 老王大哥呀 就在里边 这媳妇就说了 你还骗我 你还骗我 你看老王大哥 昨天晚上在我家待 在咱家待了一宿 你还说跟老王大哥在一起 媳妇你说 我打工这几年 你找没找过别的男人 没有 你说 你到底找没找过别的男人 真没有 都是他们来找的我 哎呦什么 汇宝你真行啊 我领你上医院 人家大夫说给你打这 你爸困惑了干啥